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宁市区通往郊区农村的一条城市大道 以前是一条二级路 是南宁通往摆设一条重要的二级路 现在就是变成一条城市大道了 通往金陵镇 城市大道的话 总长快有20公里左右 现在的话就差五公里的话就完全贯通了 到时候金陵镇的话就真正拥有南宁的城区了 金陵镇的话到南宁市区的话有20公里这样 到市中心的话有35公里这样 它比这个五区镇的话远多67公里这样吧 都已经开发到五区镇那边了 往南的话都通上这个城市大道了 然后往北的话也是通到鲁明了 然后现在是往西部这边 这边是西部的就是金陵镇了 如果这边也通上城市大道以后 南宁的范围就更加大了 那个发展空间就变得非常大了 那现在这边 这个金陵城市大道路朗边 现在也布局好多这个洗业了 还有工业园也有了 还有这些学校啊什么 越来越像这个城市了 南宁市往东的话 五庞镇的话有30多公里啊 也通上城市大道了 通上这个公交车了 然后往古庙那边也是20几公里 也全部通上城市大道了 然后到沿线都开发的话 南宁就变成真正的一个大都市了 离这个梦想也越来越近了 希望南宁发展的越来越好 反正这边到时候 这个发展空间真是越来越大了 您的话就分享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